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早了一点 这样子 这些资产其实跟我有什么关系的 我说最后把它交给社会 咱们把这事就给了结了 喝酒 撒脱 时代由我 军品相传 这里是由贵州喜酒赞助播出的军品谈 咱们从九十年代开始聊好吗 好吧 当时您是辞去了副市长的职务 副市长是小棍 不小了 这可不小了 副市长 而且是宜宾市的副市长 而且谈话当市长我在辞职的 是不是 已经找您谈话要当市长了 谈话当市长 从现在来看 那绝对是事业的上升期 您选择了辞职 而且据说是因为工资太低了 工资低算一个方面 一个月赚二百 不敢贪污 对吧 因为我家里边四个级委书记 爸爸 抗战老兵 岳父 抗战老兵 岳母 抗战老兵 我妈妈也是老兵 四个人晚上吃饭就会问我大儿子 贪污没有 他们特别担心我 就直接问吗 对 贪污没有 没贪污 受惠没有 没受惠 寻食舞弊没有 没有 好 吃饭 你们家可吃饭的气氛比较严肃 对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 我在体制内的 已经训练的是说话比较慢了 对 就是有点当官的样子了 凡市长说的什么什么的 但实际上内心是那种很野的 很澎湃 不不不 就是你比如说 我曾经管了一个企业 我有一时候提出来 我说我们要表彰企业家 就是人家出 对吧 我说你来深圳 珠海 你来怎么表彰啊 一个人奖励多少钱 一台汽车 他说奖励可以啊 说你提个方案 我说奖励一万块钱 后来就有人就反对 在人家里面反对 就说 建春啊 我们一个月挣二百 他们当老板都挣了钱了 你还能奖励他一万块钱 那奖励他一万 奖励我们五年的工资了 这个太多了 我说你们奖励多少 奖励一千 我就 就觉得 我算算算算 一千块钱咱们比奖金了 咱们移民室奖励 别人一千块钱也输不过去 咱们干脆就带一个彩带 带一个什么 结果荣誉就算了 结果荣誉就算了 所以我就想了 我说如果继续当作国家的话 体制内的可能会犯错误吧 就是会 你害怕自己会犯错误 会得罪很多人 这个过程犹豫过多长时间 没犹豫 就是当时找我谈话说 你准备当市长 但是你要 只是我的毛病 骄傲 说话大气 要注意团结同志 反正就给我点了几个 要谈话嘛 要点几个毛病 但是这个毛病是 我觉得我改不了 对这一个人 别人可以 很微笑地给你谈事 虽然你心里不恨得不想傻你 但是还是很微笑地给你谈事 我不行 我要恨你的话一定在脸上 我要家里面谈话了 商议的钱 我肯定 我爸爸来告诉他怎么办 我商议的钱 你们怎么个想想办 我觉得我当不了贪官 所以我就说 我能不能去挣钱 其实我对我自己挣钱 还是有一定的信心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第一我干过体力活 我开出租车也可以 当时我有驾照 我开出租车也可以 干过这么多体力活 我吃过苦对吧 第二我是当这个所谓的市长 我管经济的 不可能才挣两百块钱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就辞职了 我们这个地方用了 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 二十年 因为我要五百猛地建这个博物馆 完了以后很多人就不相信 就说我们一个城市建博物馆 只要二十亩地 凭什么一个四人建博物馆 需要五百猛地 就认为我是一种 在引号里一种诈骗 而当时我的身份 也是一种开发商 地权商 他就认为我是拿二十亩地建博物馆 拿四百八十亩地开发 这是一种套地的行为 您辞职的时候 没人挽留您吗 其实我辞职是很决然的 我同时十份辞职报告 全部发出去了 所有领导都给了 对 比我过大了 市长 书记 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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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部 集委 我都给 一下把烧烧大了 对 就把自己后路断了 就很决 真决 然后呢 正好是小平男训讲话以后 正好有一个这种氛围 我觉得一切是时代 你看到了国家的形势了嘛 时代感受到力量 时代在给我撑腰 后来辞职以后嘛 去成都了 去成都了 当时我想 我说 咱们得找个工作吧 找工作了以后跳玩的是 哇 找了一个很理想的工作 那是个香港的一个企业家 是个集团 看到我的条件啊 会开车 会写论文 然后呢 有这么好的履历 有这么好的这种管理能力 可以 这个人 你可以到我们那儿上班 当我们的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 我在宜宾 实际上是当个办公室的副主任 宜宾是五百多万人的 我想五百多万人的副主任 我都做得好好的 对吧 你这个企业不到五百人 对吧 我肯定能做下来 这个好 这个对自己要有信心 咱们要有提醒 但是我很关心的是 这也越清楚 对 本来是休息探钱的嘛 但这个必须探 不探的话 是 现在才两个月 还交付费 对吧 然后说你给我多少钱一个月 他老板就有点 就不好开口 老板也觉得不好开口 然后就比这个首四 就是这样 比这个三 好 我就想 我说我当市长挣二百 你现在还交付费 你现在还交付费啊 这三百少了一点 对啊 我说少了一点吧 他马上说五千 哦 这是三千 对 对 我这老板傻嘛 你直接说三千不就成了吗 你给我三千 不是就相当于我当市长一年的工资了吗 他也觉得是市长 他也是 试着压着压 压一下 我这个时候 雪就上来了嘛 但是我这个时候保持冷静啊 咱们 这可不能露馅 咱们不能说 见钱就 就跳起来了 我就说 嗯 可以 然后咱们就回去 找了房东 给一年了 没打算换个房 咱们要五千了 不打算换个房子吗 都五千一个月 还是要九月钱 为什么呢 我孩子想打工以后要创业嘛 他看到一个月说 哎呀 你给我当老总吧 当总经理八千 年底还要分红 啊 我一年 当时在九十年代 出 九十年代出 出就挣了十几万一年 那就是打 钱了 但是我还是出三十五平房子 我又留着钱 创业嘛 后来创业成功 能够挣钱 办博物馆等等啊 就是这么慢慢慢慢慢慢 就起了 这是个壮士广场 可能目前为止 也是全世界 纪念二战的 最大的一个群雕广场 然后呢 你会在里面看到 有中共的毛泽东 也有正面站上的蒋建石 也有赵一曼 杨锦鱼 这样的南山武装士 也有像谢靳元啊 戴安南啊 也有他们 张子忠啊 正面站上 正面站上牺牲的高智航 这样的烈士 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 很穷壮的 很有气场的 这么一个中共壮士 和群体 我们现在绝工嘛 完了以后呢 用钢铁来铸造的 明白 为什么用钢铁来铸造的 就是没有铜 用钢铁做的就是钢筋铁骨 铁骨铮铮 好像牟齐中对你影响也很大 差一点 差一点是什么意思 差一点头被牟齐中 下海到成都以后 我一边找工作了 一边就给牟齐中写了封信 直接给他写信了 对 我不认识吗 我不认识 我把我的经历啊 写的论文啊 有个大信封 这么大信封 寄的 他给我回了封信 到北京面谈 意思是他在四川要有些分公司 好像就是做四川这边的负责人 这样的感觉 我其实都已经准备买机票 飞北京了 后来我就把这几个铁铁 突然就打消了 为什么 直接告诉我去哪儿前途是有 因为一直在很关注他的这种报道 就是那个卖飞机那个事以后 我一直很关注他 我是直接告诉我 他有一些和我不太匹配的 对 不太吻合的这种做法 我觉得有点不靠 有点不踏实的感觉 其实还有个更深深的想法 坦白讲 其实不去难得公司的一个很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我还是想呢 我肯定要自己创业 要实现我自己的相对的财务自由 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创业了 哪一年 93年 93年 对 怎么会想到做房地产公司 我觉得它是个新的东西 另外呢 因为我自己租了个三色平方米的房子 你在三个住在里边 我就说 什么也是修七色平方米的房子 改善住宅 是中国人的一个特别特别顽固的概念 所以我就第一个项目做房地产 那当时这个钱是哪里来的 当年呢 就有这种创业模式 比如说我当时要创业的话 我到银行去贷款 然后你要说你给谁签了买地的协议 银行就给贷款 对 当时没有什么抵押啊 这些 有协议就行 对有协议就行 就是您做房地产公司第一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 我记得是买给一个机构做基地宿舍 1450块钱 一个平方 多少套房子 一共是3万平方 那也是几百套房 一个平方赚50块钱房地产肯定是笑话 怎么一个平方卖萝卜白菜 对啊 历人怎么会只有50呢 但是你要想一想 那是万言富时代啊 150万 我赚了钱以后 我就马上买了一个桑塔拉了 九三年开始做桑塔拉了 那个敲着腿了 那老板 然后呢 那个单位就说 你看监川 1450卖给我们的房子 我们住了这么十几二十年 咱们一卖 还卖了一万多 哎呀 表扬扬扬 我说不不不不 感谢你们 我的第二种金是你们给的 嗯 先喝一杯 47年前 我记得当时我在成都做了个大车间 然后呢 当时我提了几十个雕塑家铸造的 我们雕塑家提了一个要求 我说各位师傅各位大师各位艺术家 请你们千万不要去创作 嗯 他说我们听什么不创作 我说我给你照片 我按照片做 其实照片很能反映当年的这种装饰的那种精神面貌 我说好 然后让他放入音乐 大大哩哩响 鬼子不你的头子 然后他们就在嘎嘎嘎嘎 你比如说毛泽东很霸气 他就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邓小平举重若勤 它就会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你看那个邓天梅 这是一个抗戀的一个将领 嗯 他是这个姿态 日本人手铐铐着他 被锁住的 对 这是日本县命对他行刑的时候 啊 来塑造邓天梅的这个中国壮实的形象 这些人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永远铭记的人物 这段历史必须被永远记住 其实我做生意的时间很短 你看嘛 93年开始做 2000年就上左卫的富豪榜 七年 不怕听得也有点气人 七年就当了富豪榜了 就是 上中国富豪榜就莫名其妙 我说凭什么就上中国富豪榜了呢 就是这副事 没有钱 没有钱 全凭嘴巴铁 但我想这七年能够上富豪榜 能够累积那么多财富 在地产这样一个 在当时 我还不是简单地产 加油站 加油站 还有酒内贸易 还有我还是做的比较杂 还有物业管理 装修 这些都一起做 但是主要是地产和加油站 特别留意的是 512大地震 08年的时候 我是独江烟最大的开发商人 我一听到地震了 坏了 我一问文川 坏了 刘绵沟 刘绵沟坏了 我知道 你独江烟随着距离就这么 十几公里 我赶快开车 从安人证 我去看 我以我的房子一塌糊涂了 就12号 5月2那天 我到了独江烟 我赶快跑跑跑 看我的小区 我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看 看到晚上八点过 我出来的时候 温教堡在我来 跟我们小区民口搭来的帐篷 我要上去给温教堡 拥抱一下都可以的 但是我没有去 我想咱们没必要 咱们就把我的房子看完 我就说独江烟城市这么惨重 一个城市 我估计 跨得或裂得一辈吧 我这独江烟最大的开发商 一寸没垮 一寸没垫 包括我妈妈当时住在独江烟 我妈妈吓坏了 地震以后吓坏了 啪 拿个塑料布 坐在外面那个树下面 我说妈呀 回房子里边去 你儿子盖的房子 不是这个地震的 再大都垮不了 你放心 回去 那些小区里边 看到我妈妈都回去了 全部都回去了 后来其他小区的人 兄弟姐妹都知道 我们小区 我小区都住满 三兄弟三姊妹 买我的房子 买其他小区的房子 就我的房子是好的 哇 搭魂府赶去建创公司 所以我觉得我 我当商人是 算是一个好商人 就特别是五岳大地震 商人什么叫商人 商人就是可以商量的人 对吧 这是您的理解 对 还有那个 有句话很重要 该赚一块 你赚七毛 只要是你秉持这两点 当商人 我现在不当商人了 现在就 做了捐给国家 就完了嘛 只要是你不要去 违法乱级 对吧 你不要去刀扣舔穴 不要去银儿走险 老老实实地做 然后跟好朋友 一起伙子做 我是觉得我那七年 其实我在每一个环节 我都认真地在做事 都做得 都尽量做到最好 我们这手印广场 有7400多个 抗战老兵的手印 当时我是想用这个手印广场 用这种天地间 最透明的材料来做 就是每块玻璃大概有一千斤 你这么一看就攀山倒海的 你看都有每个人的名字和番号 然后呢 每个都有 对 为什么用右手呢 就是扣板机的手 杀敌的手 扔手的那样的手 对 批刺到也是右手 这个好像不是右手 左手是什么的 被那个什么 打仗的时候 鬼子把那个右手给它打掉了 要仔细看的话 还有人的手烧手指头的 就抗战的时候被手给砍掉了 你注意看如果那个分不开的手 如果手中闭在一起的 他太平间取得了 可能就已经离世了 或者已经离世了 比如说老兵进医院了 我们就给他孩子说 你去把他给拖一个手印 他孩子就会说 哎呀呀 反馈长 然后我爸出院了 结果出不了院了 然后就跟他同意 我们在太平间取案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人去世以后 他手就病拢了 这个时候就 就是一个 分不开的 我们这里边有大概有 有六七个是在太平间取案的 您要去陪我那个奖章 18年11月份 习近平对民营企业 开了作展会讲话 中国表彰100个民营企业家 我不知道浙江市表彰了几位 我们四川表彰了四个人 刘永豪大家知道的 刘汉元大家知道的 还有个叫李彪 做居民荣和坐飞机的 他也被美国人 离开黑名单 第四个就是我 其实我得了这个 通知我得了这个荣誉 见了报以后 我说你们搞错了吧 樊健川全国排名 可能是200万 甚至2000万了 你凭什么 把保护群 全国100个民营企业家 后来我们那个部长 还有我们共产党主席就说 救你了 大家觉得你狗根 你做了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 我很得意 后来就在北京发奖章 奖章背后做的特别精致 有名字 班杰川 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奖章 我敢保证 在市场上有奖章 你花一个亿买不到 就这100个人 谁卖 刘永豪会卖吗 马云会卖吗 李彦火会卖吗 都不会卖 这是18年 18年我做这个奖章 我就觉得很忐忑 我觉得凭什么给我 我就是一个乡镇 博物馆的馆主而已 这个荣誉太沉沉沉的了 本来我在老板里边 我都会很容易了 他们都是穿西装 然后喝红酒 为什么呢 这是活发挣的钱 包括做私人飞机 这都该该该该该 一切一切都应该 因为私人挣的钱 这叫做税的 但是其实我跟他们就有一点 别人就说 看神医 我又偷了8个亿 我偷了20个亿 我偷了50个亿 我都不能 我要干什么 然后我这来就是 今天要建三个管 明天建五个管 建了管能赚多少钱 不知道 赚不了钱 他们就不好玩了 对吧 翻回来19年 对吧 19年不管我的事了 一线报公布 又有我 两个一百个都有的 我没有算 反正我知道我是两个 我是二度北 蝉联的 我觉得这就是党和有关机构 对我的一个肯定 就是说樊杰山 你把钱花了 对吧 但是你做出一个文化产业来了 一个镇 安人镇 8万人一个镇 没有一点工业 几百家餐厅 然后这么多理发店 然后这么多古玩店 靠我们一个博物馆小镇 我们就养活了 而且给城市带来了荣誉 给中国带来了荣誉 所以我想博物馆 不能起到很大作用 但是总能起到一方面的作用 因为我们毕竟一年 有几百万人都参观 再敬礼一对 沙特 其实中国抗战 我们当年是这样的 我看了一下统计数字 大概整个日本在中国被打死 大概是五十万 而我们中国军人阵亡的 牺牲了三百六十万 基本上是一个三比七的概念 就是说像这样的抗战老兵 他们有七个中国军人的牺牲 然后他们打死一个日本鬼子 然后是个非常沉重的民族代价 才带着到今天我们能够吃火锅 能够跳广场舞 能够吃回锅肉 这么一个现在的这种生活 我觉得您在这树的这块碑很有意义 是 我们现在 无人到此低头至今 老兵可以慢慢走走历史的隧道 剩下一个背影 但是他们的精神 他们从未远去 对 永远鼓舞我们现在在世的人 时代有我 君品相传 这里是由贵州喜酒赞助播出的君品谈 我特别梦想的是新中国百年百馆 百年百馆 对 从2024年开始 每年的国庆开一个新馆 一直开刚刚刚刚刚刚 开到2049年 我算了下 2019年我93 然后我特别想做一件鼓 就是最后把自己皮子做一件鼓 你想一想 出来唱歌歌 多留啊 要这么悲壮吗 一点都悲壮 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有的人是应该过和平的 幸福的生活 特别是女人的孩子 对吧 老人 那么有部分男人 应该给这个社会充当尽量 如果这样做的话 一个社会就会有幸福感 有温度 然后这个社会就可爱 再见你一遍 我很喜欢您用的这个词 一个可爱的社会 对 我们的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